近日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岛地区的烧巴行为引发灵火 由此产生的烟埋波及周边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 印尼政府已经就此时道歉 并增派数千人支援扑灭灵火的工作 26号一个有关保护森林严禁砍发焚烧树木的论坛 在印尼的巴厘岛开幕 印尼总统苏西洛主持了开幕式 他表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 本次论坛更能发挥其作用 我现在是在印尼的巴厘岛 由于受到人为破坏及环境污染的影响 我身后的这片红树林正在逐渐的消退 为此一个专门针对保护森林严禁砍伐的论坛在这里召开 当天印尼总统苏西洛与其他八位部长 共同种下了红树林的树种 并将树种发给巴厘岛各县县长 苏西洛在保护森林论坛的开幕式上表示 最近发生在苏门达拉岛的由烧巴引发的大火令人痛心 他还批评当地政府对掩埋的预测和火情的控制都不及时 而这次保护森林论坛的主席伊万言则表示 论坛的召开就是为了通过种植红树林 换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防止空气进一步被污染 在论坛上 印尼政府还邀请来了葡萄牙著名所求运动员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担任保护红树林的大使 之所以邀请斯伊罗 作为形象大使 是因为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 一位名叫马尔图尼斯的男孩 因为抱住了一棵红树林里的树木而幸运于难 而当救援人员发现他时 他身上穿的正是一件与斯伊罗相关的衣服 后来斯伊罗通过媒体得知此事后 联系上了这个男孩 并且一直资助他至今 优优优独特 质述 资勳 Blog 61 是 蟇纸